好看下一題 裝置如釉土 請問你電池提供多少功率 請問你1歐姆消耗多少功率 好 電池提供 算電池什麼算 電池總嘛對不對 方法一 總電壓總電流總電阻 求總消耗或總提供 好 公式呢 如果你一定要用1.5伏特 就是提點IV 因為它沒有電阻 第二個方法呢 找到2歐姆消耗多少 1歐姆消耗多少 然後把兩個怎麼辦 嚇起來 可是這樣好像很麻煩 為什麼很麻煩 怎麼這樣條件給的很少啊 就只有一個總電壓是1.5 還有兩個電阻 好 那就用總吧 反正2歐姆跟1歐姆 串完這個總的也是多少1.5伏特 合起來也是1.5伏特 然後呢 歐姆都給了 就可以求出總電阻啦 就知道這樣有多少啊 好 所以呢 電阻電壓是1.5伏特 要串著把它加起來 就3歐姆 所以等於是個3歐姆在那邊 等於是1.5伏特 接一個3歐姆 好 總消耗等於總提供 微平方 處理好 長按叫做 5.75 長按叫做 0.75 這叫做 電磁提供 總 下一個要求的是1歐姆 1歐姆就不可以用總了 而且要注意喔 1歐姆沒有1.5伏特喔 1.5伏特是2歐姆跟1歐姆合起來1.5伏特喔 1歐姆沒有1.5伏特喔 那幾伏特要求啊 用筆的方法求或別的方法求啊 然後電流要找啊 這是串聯嘛 我們講過了 因為串聯的時候電流都一樣 所以我們通常會去找電流 因為電流能夠找到方法比較多 比較多 唯一要找到1歐姆的電壓或1歐姆的電流 然後帶進去做 我找誰要呢 我找電流要 因為我串聯的時候電流都一樣 總電流就等於分電流 那這一題呢 有總電阻 因為都給我就有總電阻 那也有總電壓 我就可以求出總電流 那就等於分電流 我就可以算了嘛 所以我覺得我算電流這個比較方便 所以我用 再來做 那就去算啊 那我要找總電流 就用總電壓總電阻嘛 那看你求好了啊 那你求出來過啊 那總電壓是1.5啊 總電阻是3啊 那就是2加1嘛 所以算出來總電流是0.5安培 就是2歐姆也是0.5安培 1歐姆也是0.5安培嘛 然後呢 然後就 往裡面帶 來平方啊 不要忘記 來也要怎樣 平方 然後呢 帶進去 嘖啦嘖啦嘖啦 算出來就是0.25安 就這樣 所以我再說一次 它其實就是我們在 上學期第三次段考 要求的那個電壓電流跟電阻 求完以後 帶到我現在背的公式裡 答案就出來 你光會背公式是不行的 你要會第三次段考 所教的那件事情 算出它的電壓電流跟電阻 再來是你要會的事 OK這就是我們的立題十六